各位觀眾 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天的天氣情況相信仍然會頗熱 7時多的時候 好像在赤立角、尖沙咀和西貢 都已經有29度 其他地區的氣溫普遍都有27至28度 在這裡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繼續都是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性都會頗高 大家要小心防火 受到空空反氣旋的影響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其實中國東南部雲量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亦會有幾陣的趙雨 今天日間天氣都會幾熱和乾燥 最高的氣溫會有32度 新界還會再高一兩度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會工作或活動的話 記得多喝點水 小心中暑 不過要留意 較後的時間有機會局部地區有些雷暴的發展 風勢方面會是吹微風的 長遠一點 未來的兩三天 我們預計影響我們的高空反氣旋 會稍微減弱 在我們附近會多一些雲 介紹沒有太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未來的兩三天 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的趙雨 大家要留意 這支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週末假期